大家好 欢迎收看全球新观点 我是王艳婷 2021最后倒数咯 好 回顾今年呢 人就是一个纷扰分杂的一年 在政治面上面呢 好 大家分分合合相互竞争 想必啊 加拿大是最有感触 总理都直指着中国说 你们变了 好 在习近平下的中国啊 变化非常的多 已经不像是西方国家 五年前甚至是十年前 所想象的那一个中国了 好 这个中国已经变了 所以呀 大家在面对中国的 这样的一个变化 必须更加的保持警惕 好 也要更加的来谨慎思考 跟中国之间的近合关系 有志一同的同盟国们 好 有志一同的国家们 必须要站在一起 团结一致来面对中国 这是岁末年中 加拿大总理杜鲁道 接受加拿大媒体访谈的谈话 所做出的呼吁 杜鲁道很有感触地表示 从前一直在研究 好 想方设法地要打入到中国市场 想着要怎么让加拿大的牛肉 比澳洲牛肉更容易进入中国 结果呢 有一天他才恍然大悟 被中国给利用了 怎么利用呢 好 中国就是利用这样的 他的经济市场的规模 好 大家都想要去吃他这一块大饼 所以呢 大家就会开始去相互的竞争 甚至竞争竞争到最后矛盾被激化了 而中国呢 好手段啊 杜鲁道说 他就是利用这样子 大家想要吃这一块大饼的心理 让大家互相的竞争矛盾激化 他好坐收渔翁之力嘛 好 从中就挑起了各个西方民主国家的矛盾 所以大家必须醒醒吧 好 必须要开始团结一致 好好看清楚中国的手段 好好地来面对中国 不过还是有人想问哦 到底怎么了 好 让杜鲁道反过来批评北京当局呢 因为过去加拿大总理 可是被认为是亲中的哦 对中国是很友善的哦 遇到很多事情其实也是应不起来的哦 怎么 在一戏之间也没有一戏哦 经过一连串的事件之后呢 为什么加拿大的总理会开始对中国态度转变呢 转列点就是这件事哦 孟晚舟事件 最终当然就引荐成中加人质的对质 这人质上面的问题 好 事情是这样的 大家回忆一下 简单讲就是2018年 大家还记得吗 美国在前总统川普的领导之下 开始加大力道对中国 那那个时候呢 美国就利用了涉嫌违反国安机密的理由 所以起诉了华为大陆的企业 华为财政的这个财政长 那个孟晚舟 把他们做起诉了 那人呢 加拿大呢 当然也是有做出了回应 五眼联盟嘛 也对此对美国做出了回应 所以呢 孟晚舟人一到了这个温哥华机场之后 加拿大随即也就真的对孟晚舟做出逮捕的动作 那当然就对中国就跳脚了 中国当然不高兴跳脚 所以呢 就也立刻了把他们的中国公民 好 包含他们的商人 还有他们的这个前加拿大的外交官 好 康明凯 还有这个史佩福 统统也给拘捕起来 那事情就经过了两年的时间了 双方的来来回回交涉 当然美国也在里州 有一些政治上面的角力问题 反正历经了将近两年的时间 好不容易在今年九月份 好 美国司法部对孟晚舟还起诉 那加拿大当然也没有理由去扣人质了 美国突然间又改口要放人了 那加拿大当然也就放人 孟晚舟顺利回国 那两名州加拿大的公民 也就随即被中国释放 事情看起来好像是落幕了 但是中间的折腾过程 非常的折磨 因此让加拿大总理杜鲁道 思考很多 感触很深 但很多人各界媒体又想问了 好 杜鲁道的思考 到底是以什么立场去想的呢 会是以美国的角度 所做的调整吗 好 为什么这么说 各界就分析了 我们就拿 比如像是孟晚舟事件来说好了 当初是谁挑起了分争 美国嘛 美国说要下令逮捕这个孟晚舟 好 那结果呢 加拿大真的也就回应了 好像美国说什么 加拿大你就做什么 感觉上你好像就真的像是一个美国的小老弟一样 好 再来就是 美国的新任总统拜登 今年最新上任 好 所以对于加拿大也就派驻了新的 这个加拿大的特使大使 那这位大使科恩呢 他有在国会上面有对外宣誓说 他上任之后跟加拿大之间会深化 这个加强他们之间的讨论关系 尤其是在对中国的政策这方面 他是会来确保加拿大会跟美国站在一起 也就这两件事情叠加之下 就让大家觉得 加拿大你对中国的政策 好像没有自己的想法吗 好像受制于美国 好像美国说什么 好像就必须跟在他后头 所以你杜鲁道 好 你前面说的那一番谈话 好 要大家这个团结在一起 要来立抗中国 是不是也是在看中国的脸色 被美国给胁迫呢 好 所有的对华政策 完全都是要看美国的脸色 没有自己的立场吗 但是美国有挺你挺到底吗 有中国学者吕翔分析喊话了 从孟晚舟事件 你延伸出来的这些过程 加拿大你有发现吗 你有没有发现美国到最后呢 谈到最后不也 还是有释放了孟晚舟吗 所以从中也发现到了 美国其实也是在为自己的立场所考量 好 加拿大你似乎也发现到了吗 所以他们认为 加拿大现在也开始有一些危机意识 也害怕了 会不会在关键时刻被美国抛弃 所以这名学者认为 看杜鲁道的这番谈话要看门道 你以为他真的是在呼吁大家团结吗 也并不然 他讲的这些团结面对中国的言论 其实就是要说给美国听的 好 美国 加拿大已经做成这样的一个地步了 你可不能抛弃加拿大才行 但是呢 加拿大总理杜鲁道 有回应各界的这些质疑 你到底是不是美国的小老弟呢 好 加拿大 总理杜鲁道说 并不是 加拿大并不欠包括美国在内的任何盟友的债 没有什么人情债 没有什么盟友债的问题 加拿大的政策由他来决定 他之所以会这么做 纯粹就是他个人的价值观 他觉得要捍卫司法 要做对的事情 因为他觉得 中国确实就是在利用自己的经济利益 经济规模 好 在打压所有的民主国家 在打压人权 在挑拨西方列强 但是各界又开始质疑了 就质疑的声音很多 又开始质疑说 你加拿大会不会嘴巴说一套 但是实际上做的又是另一套呢 你看看你自己跟中国之间的关系 就从贸易 经济上面贸易来看好了 会发现你好像跟中国是密不可分的 是分不开的 你对中国的依赖是越来越深的 你又该如何去做到切割的动作 要来应对中国呢 好 来统计你会发现 去年加拿大对中国进口的贸易总额 在去年其实就已经有看到 年增往上升的 年增2.5% 那今年的温度又更热了 两方的经贸热度又更热 在今年上半年 今年还没过完 就统计到上半年 年增幅度达到19.9% 将近两成的幅度 所以显见加拿大跟中国这是一个贸易总额 所以就不管是进口还是出口 两方的贸易通关是非常非常的热络的 也就是加拿大对中国的经贸依赖 其实是不断的往上升 因此就让各界认为 你说要在政治上面来对抗中国 但是你经济上面是越来越跟他密不可分 你又该如何做到你的切割应对呢 那对此 加拿大的主流媒体 多伦多新报也刊出了社论 对 就从这个角度也出发 毫不避讳的面对这个问题 直言 这正是加拿大对中国表现集体虚伪的一部分 也就是说 大家明明就知道 中国是多么多么的不和善 结果呢 加拿大好像都睡着了 加拿大人民 加拿大的政府都睡着了 闭着眼睛放任这样的一个行为 让大家好 让加拿大跟中国慢慢慢慢的 发展成这样的一个经贸关系 所以多伦多新报呼吁加拿大 呼吁加拿大的公民 呼吁加拿大的政府 醒醒吧 眼睛睁开来吧 对于中国 大家以为不理会就好吗 闭上眼睛看不到 冷处理就可以吗 这不仅是无法解决加拿大跟中国之间的关系 这就好比像是鸵鸟把头埋进土里面一样 看不到 但是事实上却是一直被中国给渗透 你会发现中国有很多的商品 比如说餐桌上面的吃的 或者是货架上面用的 你身上穿的带的 用的 通通都开始被中国商品给入侵 好所以你以为你不正式吗 你越不正式关系不法做解决之外 反而更加默默的好被加深了 要强化被加深加拿大对中国的依赖 所以多伦多新报啊就此再次的呼吁 大家应该硬起来 加拿大政府必须要拿出实质的作为 不过呢加拿大总理杜鲁道 倒是以更全面的角度表示哦 要与中国进行合作 为什么呢 因为不可否认的是 中国毕竟还是一个世界经济体的强国 他不仅在一些这个气候上面啦 或者是全球的贸易体制啦 或是制造业上面的工厂等等等等的 制造链上面 中国都是相当重要的一环 所以当然还是要与深思的角度 来跟中国进行合作 只是说当然啦 因为中国确实不是那么的和善哦 所以要合作可以 但是在商业啦 贸易啦 产品技术服务等等的方面 就必须更加谨慎小心 深思熟虑 并且用多种方法来跟中国进行竞争 那对于加拿大这样的一个 中等势力国家而言 多边主义一直是最适用的 所以不要再一直说他 他是什么美国的小老弟了啦 他们有他们的策略 他们当然都是一个双边竞争 多边主义的策略 那只是因为大家在中国上面 对这样的一个问题 中国是越来越不和善 那虽然他们是采取多边主义的条件 但是还是希望 就是以强硬的态度来对中国 那也希望有志同道合的国家们 同盟同友们也能够一起来加强团结合作 一起谨记 没有任何国家可以独行于世 不过这句话当然也同样送给美国 没有任何国家员的 没有任何国家里的